哈喽哈喽 大家好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我这几天以来骑的最早的一次 我们今天要去干啥呢 对 大家看看 我们已经到了三亚了 然后今天要去拍我的那个MV 然后这会儿我们准备出发过去 那我们一会儿现场见 走 这个就是我今天就是要用到它 然后会拍一些就是我看到的好看的景 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去现场的路上了 这会儿我们已经准备过去 然后准备去我们第一现场 坐车过来的时候 我有看到这边的那个海岸线是非常的好看的 哇 现在的太阳已经 就是感觉我的眼睛都有一点睁不开了 这个这个时候正是太阳 升到慢慢升到最高的时候 先让我试一下 还是正不开 还是正不开 有没有发觉这个这个浪没有人敢下去游泳 这个浪稍微一个不注意就被带走 这个是真的一波带走 来 起位 哇 我感觉这样的话我会被冲走的 咱们可以再往海的这边 里面会 好 诶 这vik 哦 嘿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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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明天那边啊 召动 词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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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背后有个灯塔 啊 我要取那个灯塔 不要抗 我要这样背后来拍那边吗 不用不用 你拍那边就是镜头少得到你的灯塔 就是漂亮 可以可以 放大版的残屑 缺了一块 虽然它很大 但是它缺了一块 很厉害 不然你说的话 没有什么 我会把我把你放在後面 盖起泠 缩绑 给你 刚才拍的挺好的嘛 今天一早就直接奔着海滩 但是还没游泳 今天找个机会看有没有机会能游泳的 真舒服呀 真的在这边你带了回去 再穿上羽绒服的感觉很奇怪 要不别回去了 就在这边靠海打鱼 打鱼 我会打呀 把鱼抓上来我就开始打 打鱼嘛 好可爱 不可恋了 一定要去游泳才行的 完了先进去 小孩会害羞的 见到陌生人嘛对吧 都会有一点 你看那里浪洞 都没有小朋友在那里 没有他们害怕呗 他们肯定害怕呀 要被冲走怎么办 每天都要游啊 那你为什么没被晒飞呢 还不是除了防晒呀 开始 开始 我是生活在这里的一个青年嘛 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然后在这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这些警察重复地拍了很多很多次 他总感觉缺了些啥 就少了些什么 表达的是一个很落寞的情绪 我想我在干什么我就不用说了 我在骑车 而且我是在海上的一个大坝上面骑车 这感觉真的太爽了 就是两边就是海 然后中间一条只有一条路 只能向前走 就是要向前看 说不定还会遇到这样的沙子 但是越过了这些沙子 前面又很平衡 真的太舒服了 能想到这是冬天吗 想不到啊这么大的太阳 而且还能吹着海风 一点都不热还是凉快 哇 我准备加速了 我准备加速了 在这里等吧 在这里等吧 今天我们的第一天的MV拍摄工作已经结束了 我们是从早上大概9点多钟 然后拍到现在差不多5点钟吧 对 然后因为我们想赶这个天空光 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是没有吃饭的 就是希望能把这个MV拍好一点 状态好一点 抽空喝了个烟奶 今天其实整体的拍摄很顺利 我们第一个景是拍的那个海岸线 然后第二个是灯塔 然后最后一个是拍的那个 旁边有很多芭蕉叶的地方 然后很多阳光穿下来 还有我们骑自行车 然后就是唱我自己的这首歌 就整体都非常的流畅 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看完整看 我们下期望 看到我们相机烤的地方 对我们下期待 就知道了吧 然后我们下期待 就是吧 我的目标 我先注意 很懂 technic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下来我们准备转场 然后我们转场去看什么呢 扫地 那我们一会儿 在扫地的地方见 我先拍两个 我感觉这边我们来的这个街道 它属于那种 因为近海嘛 所以虽然你看起来很大的那个太阳 但是其实很凉快 这些小巷子里都会时不时的有风吹过 大家在这里居住的也挺舒服的 因为我感觉他们都是 要不就在自己的家门口的这个位置 然后坐着 这是一个极具烟火气息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看到我后面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为什么 因为这两边像两个画框 然后这前面像一幅画一样 然后还有椰树 然后底下还有几只小川 然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这个景真的很漂亮 我觉得这个拍照特别好看 这种方形的 身边就是个相比之一的 的 特别是摆黄 让一下 你不想接个柔导 现在呢我们已经拍完了就是今天的白天的所有的场景了 刚才拍完了咖啡厅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回去换一身衣服 就等着晚上拍那个日落黄昏的时候的场景 那我们一会儿见 看现在的太阳多大 我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 那我们回去换衣服了 走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套骚行 就是粉色的 然后里面有一个灰色的 和这个鞋的颜色是相衬的 然后就是我们这次拍MV的最后一套衣服 然后一会儿我们就准备去沙滩 那现在要在街道上再拍 然后就切 正好喝 感觉很凉快 海南的椰子就是导演 我记得我刚到的第一天喝了一个 然后今天喝了一个 然后今天是带着一会儿坐 我感觉我赏这些牙了 就日景已经拍完了 然后现在还是我们这个MV唯一的一个夜景 然后一会儿在那个旅行馆系列 然后我们这会儿先提前过去了 然后一夜已经结束了 和最后一个景 晚上是不是很舒服了 晚上舒服都来了 晚上不晒了 其实这里的晒它不是那种整列的那种晒啊 就是紫外线比较强 但也不是说晒在身上会很不舒服 这个倒不是鱼 但时间长了可能会不舒服 晚上是非常的可疑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在三亚的两天的MV拍摄 到现在为止就已经全部停止了 然后现在我们也回到酒店了 然后这段女生就在这里 发生一个圆满的曲号 下次再见